我们通过这张图来谈一谈美国教会在当下面对的信仰危机 这张图就是联合基督教会正在销售的系列海报当中的一张 联合基督教会就是United Church of Christ 简称UCC UCC正在网络上销售Be the Church系列海报 Be the Church就是怎么样的教会算是一个教会 Be the Church 根据这个系列的海报 你可以看到UCC所定义的教会是什么样的教会 这个海报是以彩条颜色作为背景 在Be the Church这个大标题之下 写了这样一些口号 首先是保护环境 然后关心穷人 经常原谅反对种族主义 为弱势群体斗争 分享地球资源和属灵资源 拥抱多元 爱上帝 享受今生 这是UCC给当今教会重新规定的使命 很显然 UCC为教会指引的方向 已经远远偏离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 可能有的人认为 UCC本来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自由派的宗派 不能够代表福音派教会 所以我们大可不必担心他们提出这种口号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自由派教会 但是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UCC提出的这一个系列的教会使命 它代表了美国教会整体上在世俗化的一个大趋势 包括美国的福音派的教会 世俗化的走向 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予以警惕 因为教会的世俗化 就像是千里之堤溃于乙穴一样 总是从接纳少量世俗思想作为一个开始 逐渐的就世俗化了 今天少数人提出来的激进的思想 在若干年后 很可能就成了被绝大部分人所接受的共识 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 十九世纪末期 当尼采提出上帝已死的哲学宣告的时候 跟他同时代的人都认为他太激进 像疯子一样 但是尼采自己说 我的时代还没有到 有的人是在死后才出生 似乎尼采自己都预见到 他的思想会成为后人广泛接受的信条 只是时间还没到罢了 事实的确如此 尼采的思想已经成了今天二十一世纪后现代文化的基因 而今天的基督教神学和教会的敬拜等等具体的实践 也不能幸免的被这一股后现代文化的浪潮所渗透 曾经最激进的思想已经成了今天的主流信念 当达尔文的《乌龙起源》发表的时候 在欧洲保守派的基督徒也想象不到在几百年后 进化论会对教会产生多大的冲击 在2015年 英国有一个专家小组对英国出版商提出来的 二百种书目的影响力进行了评估 达尔文的《进化论》被评为有史以来最具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 被誉为是一本改变我们思考方式的一本书 达尔文的《进化论》 在公众投票中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 领先于康德、柏拉图和爱因斯坦的影响力 今天在基督教的领域里 进化论已经进入了神学院和教会 很多圣经学者在解释创世纪第一章 有关上帝创造的经文的时候 总是要努力的让他们对圣经的解释 不要触犯进化论 要努力的跟进化论保持一致 还有一些神学家则是把进化论和神创论相融合 编造出神导进化论 这也进一步证明了进化论已经深入人心 就连福音派基督徒也心安理得的 接受了进化论与圣经的融合 你就从历史中看到 曾经与基督教相去甚远的思想 如今已经成了基督教神学的一部分 今天UCC通过这些海报所表达的 教会的重新定义 也代表了美国教会世俗化的走向 不管现在是自由派的还是福音派的教会 都被席卷在这样一个世俗化的大潮流当中 今天很多教会对此不以为然 将来很多教会就会趋之若无 随波逐流 今天在美国的公益教育系统 关心气候变化 反对种族主义 接纳LGBTQ 包容多元文化 这些都成了富有正义感的道德 新一代的年轻人的价值观 就被这一种的教育所塑造 今天学校的课堂里教导的这些内容 就会成为几十年后美国社会的主流信仰 其实不需要等到将来 现在UCC提出的这些理念 不仅被自由派教会所接受 也被一些福音派教会所接受了 在2021年4月19号到23号 位于加州伯克利的圣约翰长老会教会 这是一个PCUSA的教会 这个教会就特别设立了一个 信仰气候行动周 用这一个星期的时间来宣传 并且推广对气候变化的关注 关注气候变化 这是他们教会的重要的使命之一 当然了我们说PCUSA和UCC一样 都是自由派的教会 但是曾经被认为信仰纯正的 美国的福音派的教会 整体上并没有针对这样的一种危机 发出清晰而强烈的反对或者警告 相反很多福音派知名的牧师对这些的社会议题是顺从世俗的大潮流 顺从世俗大学和主流媒体的说教 甚至在教会内部为这一些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来背书 UCC的海报不仅标志着美国教会未来世俗化的方向 其实也反映了美国教会目前正在陷入的世俗化的危机 之所以说这是一场世俗化危机 是因为这里提到的环境主义 多元主义等等这些社会议题是世俗文化炮制出来的 而自由派教会首先接过了这个球 他不仅自己玩弄这个球 他还要把这个球抛给所有的教会 包括福音派教会 而很多福音派教会 特别是很多名目 就接过了这个球 西方社会流行的环境议题 曾经一度是以全球变暖作为一个旗帜的 可是最近几年 这些政客和媒体很自觉的放弃了全球变暖的这个幌子 不再提全球变暖了 改称为是气候变化 为什么他们现在不说全球变暖了 为什么改说是气候变化了呢 这个问题大家自己可以思考 当下的这些环境议题 已经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科学问题 而是基于环境主义的意识形态产生的政治议题 而环境主义则是建立于自然主义的世界观之上 而自然主义是把大自然视为永恒的存在 而否认有一位超自然的造物主 这种自然主义赋予大自然某种神圣性 把大自然摆在人类之上 或者是与人类同等 它降低了人的尊贵性 同时高举了物质界的地位 这违背圣经的真理 美国社会和现在推广的这种多元文化主义 则是在相对主义的价值观之上的一种政治正确 而相对主义从根本上否定了上帝的权威和真理的独一性 而当下的美国针对种族问题的主流的叙事方式 则是用文化马克思主义来构建的 所以说UCC让教会承担的这些新的使命 本质上是一股世俗化浪潮 当然了基督徒应该保护环境 基督徒应该反对种族主义 但是基督徒应该按照圣经原则去处理我们人与环境的关系 而不是接受错误的世界观所讲述的环境危机 基督徒应该依据圣经来反对种族主义 追求人人平等 但不是去遵循与基督教文明为敌的一套意识形态 所给你提供的蓝图 基督徒应该欣赏上帝创造的多样性 但是不应该放弃真理的标准 而无原则的包容各种的多元 可是UCC为代表的自由派教会 积极的将来自世俗社会的命题 当作了神圣的使命 而一些福音派的领袖们 把这些的议题背后那些错误的思想观念 和圣经的概念混为一谈 那么在这种背景下 美国的教会就面临两方面的挑战 第一 如何继续持守福音的核心 第二 如何回应当下的社会议题 UCC将教会的核心使命 从传讲福音转移到社会问题上来 按照UCC的标准 一个教会如果不关心环境问题 如果不关心种族问题 不关心弱势群体 那就不是真正的教会 教会的核心不再是传讲福音 而是履行社会责任 但是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 不会随着世俗文化的改变而被废弃 使徒保罗说 因为我曾定了主意 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 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 这一句话对今天的传道人和教会 仍然是适用的 在上帝的眼中 UCC所定义的教会不是教会 但是另一方面 教会也有责任去关心弱势群体 教会有责任去反对种族主义 并且依据圣经去处理环境的问题 世俗文化抛出来的这些的议题 都是基督徒的信仰应该触及到的范围 因为基督徒的信仰需要在世俗社会里去实践 这样才能够为主做见证 基督徒当然应该反对不公不义 抵制肆意破坏环境 反对种族歧视 基督徒应该去抵制这些的错误 那么为了回应这些的社会议题 教会需要在两个方面下功夫 第一就是要能够分辨世俗文化 提出的这些社会议题 是基于怎样的思想信念 这些思想信念是不是符合圣经真理 第二要根据圣经来针对这些社会议题 给出正确的答案 针对这些挑战 教会需要继续的聚焦福音的核心 不要被世俗文化牵引到社会福音的误区里 同时教会也需要把福音应用的范围 拓宽到社会的领域 因为圣经的教导不只是局限在私人生活领域 圣经教导的内容足够丰富 范围足够宽广 而主耶稣基督 他的主权也涵盖万有 所以根据圣经 我们可以正确的回应各种社会议题 但同时又不偏离耶稣基督 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的核心 这就需要我们建立整全的圣经世界观 我最近一直在强调圣经的世界观 因为这非常的重要 圣经讲述了以创造堕落 救赎和更新为框架的世界观 在上帝的创造中 我们可以认识上帝起初的新意 在人的堕落中 我们可以找到世界问题的根源 在基督的救赎中 我们可以发现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在未来的更新中 我们可以对完美的天国心存盼望 就以环境议题作为一个例子 我们可以根据圣经世界观 站在基督救赎 这一个核心的信仰上 来回应这个世俗的挑战 创世纪告诉我们 上帝将人的权柄安置在大自然之上 教人管理并且享用自然资源 但因着人的堕落 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和谐 自然界也落在咒诅之下 人类因着贪婪而肆意的破坏大自然 这种行为不符合上帝的心意 基督徒应该予以反对 但是就像前面所说的 当今的世俗社会所提倡的环境主义 则是走向了另外一个错误的极端 所以基督徒主张保护环境的同时 也应该避免落入环境主义的错误 人们主义者把气候变化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 寄希望于科学的发展和政治的变革 基督徒并不否认科学和政策会发挥一些功用 但基督徒更不会忽视人的罪性 因为如果人的罪性不被约束 科学技术和政策可以被人用来作恶 人需要学习知足和节制 战胜贪婪和放纵的罪性 但这就需要耶稣基督的福音了 可是在世俗社会 公共政策的制定者 通常不会把福音纳入考量因素 但是基督徒应该分辨每一项公共政策 包括环境政策 是基于怎样的理念 这些理念是否符合圣经 基督徒应该善用科学成果 也应该积极的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 但是基督徒反对对科学和政治的迷信 基督徒我们不否认 科学技术和公共政策 可以影响自然环境 但是我们更相信 气候的变化不是纯粹的自然现象 而是依赖于上帝的护理之功 我们对科学和政治的信心 不应该大于对上帝的信心 如果我们相信科学进步和政治变革 可以实现人间天堂 那就变成了以人为本的乌托邦主义了 我们相信只有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才会实现万物的更新 将来的完美国度 不是用科学进步和政治革命 实现的以人为本的国度 而是借着基督的救赎 所带来的以神为本的国度 针对环境议题 我们可以基于圣经 找到符合真理的答案 针对种族问题 性别问题 多元文化等等这些社会议题 我们同样可以从圣经中找到答案 而这些答案不是简单的对或者错 而是在上帝的创造和人的堕落中 找到世界原来该有的样式 以及产生问题的根源 并且在基督的救赎里 找到解决之道和终极盼望 教会需要面对时代的挑战 但不是被时代牵着鼻子走 教会需要回答世俗社会提出的问题 但是不应该跳入世俗文化的陷阱 教会需要在曾经被忽略的神学应用的方面来补课 但是也需要在古老的福音上忠心的持守